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这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在开发网页的过程中 您看您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咱们不光是往网页上显示文字图片 有时咱们可能需要动态的在网页上画一张图片 画一张图像 比如说咱们接触到股票的价格 实时股票的走势 对吧 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个证券项目 当时我们项目经理 我当时刚毕业 我们项目经理就给我提了一个课题 就是说咱能不能画出实时的行情图 因为我们要看到分时图 对吧 而当时我们项目经理就说 不允许使用flash 那么在不允许使用flash的前提下 咱们如何往网页上画图呢 就是今天我想给您讲的主题 好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我的标题 JavaScript 咱们用GS实现什么 如何使用GS在网页上画图 咱们今天准备采用HTML5的画布对象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其实就一个 我使用HTML5加GS Javascript 咱们在网页上画一个简单的图片 或者说画一个简单的图像 咱们看一下 OK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今天的代码实战的部分 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我准备分成三部分给您讲解 第一 我会给您建一个HTML的文件 第二 咱们会建一个简单的CSS 第三 咱们再做一个今天真正的主题 Javascript GS脚本的内容 这个其实咱们完全可以把它写在一个网页当中 但是咱们为了让这个数型分离 对吧 这个数据和表示形态分离 完了把它拆成了三个文件 您在写网页的时候 最好也遵循类似的原则 咱们看 首先咱们第一个部分 HTML 对吧 这个内容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块 干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是一个HTML5的文档 对吧 然后我指定一下网页的语言 这个地方是投文件部分 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请看 我引用了CSS文件 对吧 OK 然后下面是Body 整个网页的显示部分 在显示部分里面 第一个tag 我给了一个HTML5的画布图像 这个画布图像 我给了一个ID 叫做主画布 mainconverse 对吧 然后这地方我给了一个宽高 也就是说 我在网页上会显示一个800x600的一块画布 对吧 接下来我又引用了GS文件 这个GS文件 以后一会儿咱们会一点点的添加 好吧 OK 然后咱们就根据这个内容 我呢 建了一个叫做main.html 大家请看就这个位置 这个内容我把它引拷外过来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需要再建一个简单的CSS文件 大家请看 这CSS文件里面就一个 干什么 我寻找 或者我查找到这个mainconverse 就是这个ID的对象 然后呢 我给它附上一个边框 对吧 就这么三行 什么内容都没有嘛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CSS里面就这么三行 可以吧 OK 没问题 接下来就今天咱们的主角了 什么 GS部分 在运行GS部分之前 我想先让您看一下 现在咱们网页所显示出来的样子 我在本地开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咱们打开 大家请看 这是我现在这个课件的根目录 大家请看 其实已经有了三个main的文件 对不对 咱们打开现在这个HTML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一块画布 背景是白色 然后呢 有一个灰色三个像素的边框 对吧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边框里面 画上一些咱们简单的图像 好不好 OK 咱们试一下 切换到我的课件 咱们先看什么 首先 这块非常重要 这块是查取到咱们页面中的 这个MEN CONVERS的对象 然后呢 取到它一个2D上下文 注意这个地方 我取的是2D 有朋友说能不能取3D 能 您还可以画3D图 但是今天咱们就讲2D 好吧 2D关于 是吧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取到了这个2D的上下文 对吧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利用这个上下文对象 CTX 咱们先干什么 咱们先简单的画一个巨型 行不行 怎么画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设上了一个 这个巨型的填充模式 然后呢 我这又标了一个位置 坐标以及它大小 对吧 是5乘 是这个X等于5 横坐标等于50 然后Y坐标等于150 同时呢 宽高等于100和200像素的这么一个巨型 咱们看能不能画出来啊 这地方大家应该 我这有一个注意点啊 注意咱们坐标原点是左上角 是这样啊 咱们一般上学时 一般画的坐标系 一般坐标原点是右下 左下角 对不对 但是咱们在这个电脑中 一般是左上角啊 好 包括今后咱们用Python讲一些处理图片的时候 您也会发现 一般都是左上角开始啊 好 咱们开始啊 拷贝过来 咱们先画一个简单的巨型 灰色 看一看效果啊 我这拷贝存盘之后 咱们回到网页 然后F5刷新 注意看 哎 出来了吧 那请看 X是50 Y是150 它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画了这么一个灰色的巨型 没问题吧 出来了吧 哎 大家是不是觉得在网页上画图很简单呢 如果我现在要想画一个分尸图 行情图画 是不是很容易能画出来 对不对 咱们先不吹啊 咱们接着走 好 咱们画一个巨型 接下来 咱们干什么 有朋友说你那个巨型 我不想要这个灰色的 而且呢 我不想要填充的 我就想要一个描边的巨型 怎么画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描边样式 我把那描边样式设成的绿色 然后呢 画一个描边巨型 用这个APM 好 咱们再试试 其他的函数 其他的这个函数的参数 跟刚才是完全一样 好 那咱们先少续 马上画一个描边的巨型 看这边怎么描传 试一试 存盘 然后回到咱们的browser 试一下 出来了吧 描边的巨型 好 咱们再来 接下来给你画什么 咱们画一个路径 好不好 然后呢 咱们画一个圆形 或者说画一个弧形 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这地方咱们先画一个圆形 使用路径 大家请看 我这开始一个路径 然后呢 我进行画弧 但是我画弧的这个弧度是多少 首先说 咱们先看坐标的位置 然后半径的位置 然后这是起始角度 这个呢 是中值角度 大家请看 我这中值角度 我写的是什么 其实角度我写的是零 对吧 中值角度呢 我写的是π乘以2 2π是什么意思 咱们上过这个初中高中 咱们都学过 2π代表整个一个圆弧 对吧 是360度 π呢代表180度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这是初中 这应该是初中几何 是吧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看看咱能不能画出一个灰色的圆 为什么灰色 因为这地方 咱们填成方式是灰色 好 试一试 go 大家请看 画出了一个灰色的圆形 然后这位置咱可以改任意的颜色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改成 yellow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吗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再画什么 咱们画完圆了 接下来咱们画一个弧线 弧线怎么画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π嘛 π是180度 对吧 好 咱们再画一个 咱们再画个弧线 圆形出来了 画弧线肯定自然比较简单 试一下 好 再看一下 也出来了 是个半圆 相当于是 为什么 它是一个π 上面是两个π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是这样 前两天我用这个python 给您讲过一个乌龟做图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当时咱们用小乌龟帮帮忙画很多的内容 对吧 其实今天的这个做法跟当时的小乌龟 或者说王宝做图完全的一样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画两条线 怎么画 大家请看 开始一个路径 然后把咱们要画的这个坐标点移到一个位置 然后向某一个目标再画一条线 这个跟当时的这个python的乌龟做图完全的一样 然后咱们设置一下这个描边的颜色 然后开始描边 OK 看一下 刷新 大家看看 画出来了吧 其实我跟您说 网页画图 尤其是当html5出来之后 有了画物对象之后的网页画图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还讨论过这个svg 那种画图方式 其实完全的不用 咱们基于html5 基于js 基于画物对象 就能画出 起码咱们想要的一些个简单的图像出来 是这样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个技术 可能在您的实际工作中 也许并不常用 但是把它作为您的一个常备的知识 一定要了解 比如说咱们有个新项目 或者说有一个客户的新需求 需要在网页上画出某些特殊的图形来 而这些需求 又没有完全相应的这个乘数组件去完成 需要咱们自己手工画的话 您应该了解 网页上有这个技术 是可以支持您任意画图就可以了 咱们有这个意识 有这个知识点就可以 接下来是这样 今天我给您讲 都是些简单的API 有朋友说 我还想深入学习 想知道更多的API怎么办 是这样 大家请看 下面这地方有一个标准的API的官网 这个是Mozilla的 在这个网址里面 您能够看到所有的多路牛网的API 咱们就来看一下 而且它提供的是全中文 没有问题吧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开始前该做什么 而且有没有什么教程 怎么处理动画 处理像素 都可以 因为现在是这样 Flash马上就要全面的停止了 所有浏览器马上就要都不支持了 那么在不支持Flash的前提下 咱们又想出些高效图该怎么办 我真的推荐您 有机会 有时间 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HTML的画图方式 非常的简单 好不好 真的不是很难 对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如何咱们用GS 用HTML 用画部对象 在网页上快速出图的一些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的课程 然后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 您直接运行一下 同时 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好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应该不是很难 您回去消化一下 然后今后 我会像这样的话 每一节课给您剪个知识点 咱们一点点的把所有的IT界 几乎所有的内容 我都想给您覆盖到 咱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好 好 感谢观看